臺灣藝人羅佩穎於8月3日晚上被發現陳時家中 享年59歲 最初報導中表明 因為有人連續兩天都聯繫不到羅佩穎 很不放心 因此在3日晚上9點多趕到羅佩穎巴德路的住處 發現羅佩穎家中密碼上鎖 有人直覺他應該在家中 慶幸他知道密碼 所以順利開門 進屋後發現羅佩穎仰摩在床上 四肢彎曲 救護人員趕到現場後 發現遺體上已經出現屍斑 並初步判定在前一天就已經死亡 也就是說按照警方推測 羅佩穎是8月2日就已經去世了 多方信息顯示 羅佩穎生前除了有些救急之外沒有嚴重疾病 社交動態也表明他的生活軌跡十分正常 7月30日晚上9點多還更新自拍動態 看起來神災異異 突然此事令人震驚之餘也感覺疑點重重 羅佩穎遺體被運網殯儀館之後 警方鎖定羅佩穎鎖住公寓大樓的監控視頻 從7月31日開始逐個翻查 又找到關鍵線索 根據樓宇監控顯示 從7月31日到8月2日 羅佩穎都不是一個人在家 而是有多位朋友前來拜訪 其中一位空姐閨蜜 更是在她的家裡住了48個小時 直到8月2日才離開 這位閨蜜是8月3日最先發現羅佩穎死亡 並報警的友人之一 8月1日當天 有林姓男子帶兩位女子上門 據悉她們都是羅佩穎的朋友 而林姓男子是唯一知道羅佩穎住宅密碼的人 同時她也是第一個進屋發現羅佩穎死亡的友人之一 報導稱林姓男子在羅佩穎家中 待了一天後離開 除了這位林姓男子之外 羅佩穎出子之前 與她聯繫最密切的還有一位范姓閨蜜 職業是空姐 警方查出范女士從7月31日開始 就跟隨羅佩穎從夜店回家 並且直到8月2日凌晨4點鐘才離開 也因此范姓閨蜜被警方認定為關鍵人物 案發之後她一直在接受警方各種偵訊 范姓閨蜜說自己平時週末都會和羅佩穎在一起 最近幾天兩人相處正常 期間沒喝酒 只是叫過外賣 羅佩穎精神狀態正常 但最後一次見到羅佩穎之後 雙方就持續了聯繫 3日晚上9點多 范女士想找羅佩穎大麻將 卻無法聯絡對方 另外一位兩人共同的友人 林姓男子 知道羅家門鎖密碼 所以主動前往查看 電梯監控顯示 幾人上電梯的時候還是有說有笑 沒想到進屋之後 卻發現羅佩穎沉是家中 不過還是有若干矛頭指指羅佩穎的朋友們 范姓閨蜜既然是2日才從羅佩穎家中離開 那麼為何報警時卻說連續兩天都聯繫不上 羅佩穎去世時嘴角塗白沫 好友抱有吃安眠藥習慣 曾顧身悼念劉真 2020年8月3日晚 素有東區羅姐之稱的台灣藝人羅佩穎經傳死訊 令外界震驚 三日晚間羅佩穎被有人發現 陈是在台北市松山區的住宅間工作室 據悉警方進入屋內後 發現羅佩穎身穿睡衣到座窗邊 嘴角有不明白沫 身上出現屍斑 救火人員推測羅佩穎死亡超過兩天 現場無打鬥痕跡 身上沒有外傷 沒有遺書 僅有不明藥物 警方初步判斷是猝死 而羅佩穎的友人向警方透露 他有吃安眠藥的習慣 或許是吃安眠藥過量了導致中毒身亡 網友紛紛表示對羅佩穎不捨 明星好友們更是不敢相信他的離去 陳維銘於8月4日凌晨發文寫下 姐 謝謝你 所有的一切 找到好女人會向你報告 我們那邊見 自立行間充滿對羅佩穎的不捨 李明川曾在節目中與羅佩穎合作過幾次 8月4日談到羅佩穎難過表示 佩服他的直率 喜歡他有話直講 剛入行沒多久時 他還想著要怎麼幫我介紹客戶 他怕我單身太久 還一直要約我去月店 說幫我介紹對象 在李明川心中 羅佩穎一直是個既直帥又溫暖的姐姐 羅佩穎因直帥個性 在演藝圈擁有不少好友 其豪氣愛照顧人的個性 深受許多明星朋友喜愛 也正是因為這樣 羅佩穎多次被邀請參加康熙來了 和蔡康永小S私交甚好 羅佩穎生前最後一次公開亮相 是今年3月孤身的劉真靈堂 當時他雖然全程戴著口罩 仍可看出表情悲傷 羅佩穎擔憂辛龍走不出 喪其之痛感嘆表示 他非常傷痛 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走出來 大概他說十年八年可能都走不出來 太傷心了 即便如此 羅佩穎仍勸辛龍要面對現實 更承諾只要有空 就會來陪伴父女倆 也一度為劉真抱不平 手術95%成功率 誰都沒想到是這樣結果 羅佩穎是康熙來了的老熟人 劉真也是康熙來了的老熟人 非著名漁品人吳清宮指出 劉真去世時 小S第一時間表示對劉真的悼念 小S還冒雨參加了劉真的追悼會 如今羅佩穎去世了 小S應該也會發文悼念 等羅佩穎的遺體告別儀式舉行時 小S應該也會參加 59歲女藝人羅佩穎猝死於家中 回顧她的一生都在野蠻的生長 有的人一生如溪水 平淡卻細長 而有的人一生如煙火 權力卻短暫 在台灣讓小S懼怕的女人羅佩穎 不久前在家中去世 據台媒的報導 8月3日 羅佩穎的家人因聯繫不到她來到工作室找她 結果發現她已經在屋內身亡 現場無打鬥痕跡 身上也無明顯傷痕 警方推測或為猝死 反映根據她身上的屍斑 推測羅佩穎已經死去兩天左右 享年59歲 羅佩穎的突然離世讓許多喜愛她的粉絲一時間無法接受 更讓身邊的親朋好友們賞心欲絕 回顧她的一生 受益名門卻潮洒思議 貪情卻不說愛 是世間獨一無二的奇女子 可能大陸的觀眾們對她還不是十分熟悉 但看過台灣綜藝康熙來了的觀眾們絕對知道她 她是唯一一個能夠懟得過小S 也是唯一一個讓小S懼怕的女人 她就是台灣知名女藝人 人稱爆料一姐的羅佩穎 為什麼說她是爆料一姐呢? 那是因為她的嘴從來沒有把門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經常會說出一些娛樂記者擠破頭都想得到的八卦新聞 就比如當年張曼玉結婚的消息 就是從她嘴裡說出去的 這在當時可算是驚天秘魂了 張曼玉躲過了所有媒體 唯獨沒躲過羅佩穎 羅佩穎這樣口無遮攔的爆料難道不會得罪很多人嗎? 怎麼還能在娛樂圈裡混得這麼好? 那是因為她的身後有著十足的資本支撐著她 献不出羅佩穎自己做出的成績有多優秀 但從她的出身來看 她就已經贏在了起跑線上 出身名門 爸爸是有名的商人 家裡從小就不缺錢 她的哥哥還是知名詩人和畫家 曾經被提名過諾貝爾獎 在別人還在為生計發愁的時候 羅佩穎就已經享受到了普通人無法得到的一切 出去玩做的一定是頭等艙 連身上穿的內衣也一定要是大牌的 因為她覺得這樣露出邊邊角角很好看 從小的審美就在線 就是出身在這樣好門中的大小姐 卻不敢只做籠子裡的金絲雀 羅佩穎從小就不安分 到了青春半年七時 羅佩穎就開始不愛念書 經常和同學一起翹賀 交男友 後面還瞞著父親在雙城街的POB打工 有時還去秀場當模特 後面被父親發現 給了羅佩穎生平第一個巴掌 羅佩穎當天就一氣之下離家出走 這一走就是四年半 羅佩穎在離家後做過餐廳的 服務員和秘書 後面被周遊發掘正式進軍娛樂圈 在娛樂圈取得成績後 羅佩穎也是沒有停止 臉財的腳步 把目光放到了房地產上 一口氣買下了上海五處房產 當上了包租婆 日子過得是風生水起 羅佩穎之所以受那麼多 粉絲的喜愛 還因為他與眾不同的婚戀觀 他表示當你對一個人無所求的話 那你就贏了 在愛情上 羅佩穎真正做到了直談情從不說愛 找男友標準只有兩個 年輕帥氣 羅佩穎就是比蕭雅軒還蕭雅軒的存在 在和小鮮肉談戀愛的同時 他也會和其他帥氣的男人保持聯繫 有人指責他 不知廉恥 他淡定回覆 我還沒有結婚 我還沒有嫁給他 我有交朋友的權利 但羅佩穎也有自己的底線 那就是談戀愛可以 但發生關係就不可以 這麼多年 他也一直堅守著自己的底線 不婚不遇 這樣肆意瀟灑的奇女子叫人如何不愛 無欲無求的女人才是最酷 最無敵的 羅佩穎的一生如煙火般燦爛 這個女子真正做到了萬花叢中過 片野不沾身 他人笑他濫情無度 他笑世人看不穿背後的深情 只有真正懂情的人才能做到柔系人生獨自清醒 不懼他人目光 只為自己而活 羅佩穎的一生雖然短暫 但因縱情燃燒過 所以離去也無遺憾 願她在天堂上繼續做她瀟灑快活的大小姐 好了 以上是本期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訂閱點讚轉發 感謝大家的支持